8月下旬 按说应该还是挺热的 但是现在早上我上班 我感觉没有出那么多汗了 以前的话 估计走这十几分钟要大汗淋滴了 现在好像是不是湿度降低了一点 好像没有那么热了 以前我上班途中就会经过两个这个 电力超市还有这个药账店里面开了空调 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里面转一圈 我买东西要转一圈 先在里面的那个空调房里面待个一分钟 然后接着走去上班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不过我现在不用进去了 我感觉没有那么热 可以坚持到公司 下班了现在回家 然后一个月一次的部门会议今天召开了 虽然说是一个月一次 但是真的每次都没什么内容 然后我的公司的话 基本上没有那么多冗长的会议 基本上也没有开会 开过会 然后一个月只有一次部门会议 象征性的开一下 上个月开了就是我第一次参加了 就是所有人都在问那个 夏季奖金是多少是多少 然后我一直在那毕业笑 今天呢又是 就是最最重要的那个 比如说卖了多少钱啊 然后有没有达到这个营业目标啊 一句话没讲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夏天 这个空调应该开到多少度 然后开到26度 会不会太热之类的 哎呀笑死了 后边有唱歌的 但是那个公司也不是每天都这么笑哈哈的啊 当然也有很多就是糟心的事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有各个地方的这个营业所 像是什么大阪啊 那个还有什么富山那边都有哈 所以我现在就是接手的按键呢 就可能是各个营业所过来的按键 然后自己出去就是说营业的时候也有但很少 这样的话就会怎么说容易扯皮吧 然后前阵子就是去了一个地方营业 结果那个地方呢 已经被其他营业所的人就是营业过了啊 然后就是撤来撤去啊 就是虽然是同家公司 但是这个事他应该负责不能我不能负责之类的啊 也听得特别快啊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专业知识呢 我不是特别懂 然后有别的营业所的人我发过来的问题 我至于我都看不懂 然后解释电话里又解释不清楚 就是很很乏呀 清平现在一天在幼儿园换四身衣服 我真服了 是 穿着去是一身衣服 然后中午吃完饭睡觉要换一身衣服 然后现在夏天要有那个游泳洗澡什么的 又换一身衣服 你按呀宝贝 哎呀没按楼层呀 楼层 然后 今天在测课里玩水把衣服弄湿了又换了一身 有时候小便的时候裤子沾上尿的话也会再换一身 每天四人衣服我真的是 现在中就一周中间要洗一次衣服 不然衣服不够穿了 小孩子又发烧了 昨天上次刚问我小孩子怎么样 我还想着这都两个星期没有生病了应该是适应了吧 我说已经没问题了 今天早上莫名其妙发烧了 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发烧 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抽眼门 怎么就突然发烧了实在是好不动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体格特别弱经常生病 然后呢我一生病我妈态度就特别差 我爸就是在外乌工嘛 然后我妈就是在家里种地 我一生病就感觉就是耽误她干活了 就反正对我态度特别差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甚至有些怨恨吧 我感觉生病也不是我自己的错 对不对 那个为什么生了病还要怪我 其实到最近这几年吧 我都不是很理解我妈这个 就是对我生病时候的这个态度 或者说我也不赞成 但是最近小孩子从六月份开始上保育员之后 经常的生病了 我多多少少有点理解她的心情了 当然我不是说我赞成这种行为 或者我支持 但是呢就是对于我妈当时的那一种态度 那种心情我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了 我现在吧这个状态就是 其实我就算完全没有工作也能支撑一段时间 有一些这个储蓄吧 能够支撑我和小孩子在日本的这个生活 能支撑一段时间 但是每次小孩子生病都要耽误我上班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影响我工作 甚至被开除 即便我有这个生存下去的这个基础 我还是很担心 所以也不自觉的可能对孩子的这个态度就会不好 当他生病的时候就想想为什么你又生病了 就会这样想 所以你想想几十年前 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 我妈那个生活状态 山东农村那简直就是在一个解决温饱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还不是就是能不能好好的生活下去的这样一个问题 它是解决生存温饱的这个基础问题 每次我生病可能你觉得那些庄稼在一天不看也没问题的 其实庄稼有的时候也是紧急的 比如说这个麦子要收了 那第二天要下雨 你不收你这麦子就毁了 这种情况的话 你是如果我感受到我生病 他心里该有多着急 就是怎么说 现在想想的话 就是能突然理解了 当时我妈妈那种就是无奈和心酸吧 说着我自己都有点心酸了 但是 还好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或者生活状态 已经比当时好了很多 我尽量的就是在这个小孩子生病的时候 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吧 也不能保持愉悦了 至少那个对小孩子的态度不要太差 刚刚去完医院看完回来了 结果感染的是那个叫什麽流感 发烧39度 流感的话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这个传染病了 那要在家休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都不用上班了 加油啊宝贝 今天是感染流感的第三天 昨天开始一吃东西就吐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没吃东西也吐了好几次 但是呢 他的这个体温已经降下来了 昨天烧到40度 然后今天降到37.8 昨天晚上就整个就没睡着 基本上是就担心他嘛 因为昨天晚上他烧的很高 烧到40度 然后不停的给他聊体温 然后自己也没睡着 这个工作吧 就是从二从几号 从星期二 从星期二还是星期三 他开始我就半天半天的请假 然后今天星期五又请了一天的假 现在用的是有休 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有休 下次一次他再生病 或者我在生病 就属于就属于怎么了 矿勤矿那个叫什么 矿工了吧 就属于我连试用期三个月还没过呢 前两个月我已经把那个有休用完了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干下去 我真的担心这个问题 下个星期吧 估计会议和本部长谈一谈 我这个情况会怎么样 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啊 我这样一直一直请假 今天是星期天了 然后过去了三天 我是刚刚好一点 发生了什么事呢 星期五的早上 我还在录视频 担心我下一次自己生病 或者小孩的生病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要矿工了 我必须打我一下这张臭嘴 星期五一整天 我感觉我给小孩子就是来了一个互换 他的体温慢慢降下来了 然后我的体温蹭蹭的往上涨 到了星期五晚上 我已经烧到40度 然后整个人就撂倒 那星期六的时候 我就预约了医院去做检查啊 那其实呢 心里边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准备的 因为毕竟小孩子得的是那个流感吗 是一个传染病 但是呢也有一点小小的侥幸 毕竟我照顾了他这个好几天 我也没有被传染 我也想是不是我抵抗力比较强啊 呃 我可能不会得哈 没想到这个打脸来的这么快 然后星期五 星期五晚上六到星期六就去 医院做了检测 结果检测完了之后 更加离谱的来了 我是新冠 得了新冠 小孩子得的是流感 然后我得的是新冠 这到底该怎么解释 然后 反正不知道 呃我得了新冠的症状 反正就是体温嘛 啊烧了两天 星期五星期六烧了两天 然后今天不烧了 然后鼻色啊 鼻子就是堵着啊 另外嗓子疼 还有头疼 头晕 目前就这个症状啊 刚刚去厕所 嗯而且拉吸啊 但是我一点点臭味都没有闻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病菌 他能分解这个 这叫什么有机物吗 还是怎么着 真的一点点味道都没有 但是我又能闻到那个芳香剂的香味 所以我觉得应该 我没有这个失去嗅觉味觉这个症状 但是我真的拉吸一点臭味都没有闻到 不知道为什么 嗯 总之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孩子 之前他是得了新冠 但是检测出错 测成了这个就是流感 还是说他之前确实得的是流感 但是我现在得了新冠的话 那是因为星期五到好的那天 我还在跟他就是叫什么浓厚接触吗 他会不会再被我传染过几天 他又出症状 就是新冠的这个症状 我现在非常担心 嗯 嗯 那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昨天问了医生 如果是小孩子 这个会被我传染的话呢 大概明天或后天 他就会出现这个发烧的症状 嗯 因为小孩子当时去测这个检测 去做检测的时候 他是第一天发烧就去了 当时医生有跟我讲 第一天的话这个病毒可能量不太够 检测结果不准 但是呢 当时检测的时候 现在日本检测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新冠和流感全都是一体的在一起 一起测出来 就是检测到了这个流感 有一条非常浅的一个线 但是医生说虽然很浅 但是就是确定是这个流感了 那个新冠那个地方呢 就是完全没有没有显现出来线 那有可能当天他是没有得新冠 但有可能就是当天的病毒量太少 没有检测出来 我希望是前面这一种 但最害怕的就是他是当时只得了这个流感 我后面有可能又把新冠传染给他 他之后又要 又要再发一次烧 很痛苦 我经历这两天发烧 我都想要去死了 又头疼 又头晕 特别特别难受 小孩子来承受这个应该会更加的痛苦 真的 希望他之前得了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 只能等看他明天后天是不是会有这个 发烧的症状 那这个要等到下个视频再更新吧 我就是把我这一段的视频先放上来 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更新视频了 我太惨了 这一周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现在根本就不考虑 这个公司会不会开除我的问题了 我现在考虑什么活下去的问题 这个病毒流感加新冠 简直要把我折磨死了 而且我还好没有得流感 我得的是新冠 我测出来那个非常非常明显 因为我是发烧第二天就测的 然后小孩子很可能当时是得的新冠加流感 他发烧了三天 应该我觉得他会更加的这个痛苦吧 还好他现在目前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但是不知道过两年会不会再发烧 非常担心真的是